欢迎收看2019年5月13日汉天卫视晚间新闻 我是赵子彤 首先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13日报案宣布 自2019年6月1日零时起 对原产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于当地时间13日傍晚 宣布自2019年6月1日零时起 对原产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据中国财政部公告 这是对美国10号开始对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 有10%提升到25%的反制措施 公告称美国的措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 违背了中美双方关于通过磋商解决贸易分歧的共识 损害了双方的利益 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中方宣布将对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关于对原产与美国约600亿美元进口商品 实施加征关税的公告中的部分商品 分别实施25% 20%或10%加征关税 对之前加征5%关税的税务商品仍继续加征5%关税 与此同时美国资本市场也对此迅速产生反应 美股期货跌幅扩大 纳指期货跌落2.2% 道指期货跌超400点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幅扩大 日内跌近610点 现报6.9056元 西非国家布基纳法所一座天主教堂 在当地时间5月12日遭受枪手袭击 造成6人死亡 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事件 并向遇难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西非国家布基纳法所北部一座天主教堂 于5月12日遭受摸脱枪手的袭击 造成6人遇难 其中包括一名神父 据当地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上午9时左右 突然有多名武装分子闯入该教堂 向正在参加弥撒的教徒开枪 据报道 有5名教徒被打死 神父也遇害 其死亡人数达6人 袭击者还纵火该教堂 一家药房 好几间店铺 与一家小型咖啡馆 他们接着到当地的医疗中心 抢劫并烧毁了护士长的汽车 安全部队的消息人士说 袭击者约有20到30人 目前占未有组织承认发动袭击 但从手法判断 似是活跃于当地的 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布基纳法所中 北部地区达布罗村的天主教堂袭击事件 他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并希望伤者尽快康复 他重申所有礼拜场所的神圣性 并希望将肇事者尽快神之以法 古特雷斯表达了联合国 对面临这一艰难时刻的 布基纳法所政府和人民的声援 他顿促所有布基纳法所公民 与社区的每一个人并肩携手 不向让承不和谐和滋长近日不暴力的企图低头 联合国做好准备在任何方面给予协助 自2015年以来 布基纳法所袭击事件频发 安全形势严峻 在2018年3月2日 位于首都瓦加杜谷的布军队总部 和法国驻布基纳法所大使馆 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 造成8名士兵身亡 今年2月份的时候 美国CNN曾经报道 美国正在考虑向布基纳法所 派遣更多军事顾问 以及情报和监视配备如无人机等 以帮助该国抵御越来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今年4月28日 布北部另一座教堂发生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4人死亡 汉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 5月12日发表声明说 四艘商业船只 当天在其临海水域遭遇虚遇破坏 阿联酋有关方面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并正在与本地和国际机构合作 对此事进行调查 阿联酋复查伊拉港口 在当地时间5月12日 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 造成多艘邮轮起火 阿联酋证实事件发生 并称有四艘商船 在临海附近遭遇破坏行动锁定 但未说明商船隶属于哪个国家 当地时间13日 沙特阿拉伯表示 有两艘沙特邮轮在这次攻击遭锁定 严重受损 能源部长法利赫在当地时间13日称 两艘沙国邮轮进入阿拉伯湾途中 在阿联酋的复查伊拉港口 外海专属经济区遭破坏行动攻击锁定 法利赫声明说 其中一艘邮轮当时正在前往 拉斯塔努拉港途中准备装载 沙国原油运交给国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美国客户 他说这起攻击并未导致人员伤亡或石油外泄 不过两艘油轮结构严重损坏 这对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构成威胁 美联社报道 美国海事局对此于今天5月13日凌晨发出警告 行经复查伊拉时务必小心 但也强调这类事件尚未获得证实 根据海事局提供的坐标 事发地点位于复查伊拉北部外海 阿联酋在当地时间12日透过外交部表示 有4艘商船在复查伊拉外海遭破坏行动锁定 索性无人员伤亡 但未具体详述破坏行动的性质和幕后黑手 事件发生后 令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海湾合作委员会谴责事件 指不负责任行为会令地区局势和冲突恶化 伊朗也呼吁展开调查 据悉在事件曝光前数小时 伊朗及黎巴勒传媒均报道指 傅查伊拉港发生爆炸 但傅查伊拉当局称港口运作如常 贸易和业界消息人士也表示 傅查伊拉港仍运作顺利 未受影响 旱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周末美国南部多个地区遭受风暴侵袭 从路易斯安那到维基尼亚州已有至少47起恶劣的天气报告 其中包括两起龙卷风灾情 给大面积地区带来严重的降雨和雷暴天气 大西洋飓风季节开始前不足一个月 德州休士顿及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先后受到暴雨袭击 其中新奥尔良市部分地区水深及西 公共交通服务几乎全部瘫痪 超过万名居民在没有电力供应的情况下 度过了他们的母亲节 综合外媒报道 大西洋飓风季6月1日才会正式开始 但从11日晚上到12日早上 新奥尔良的水深高达5寸 单济昨日早上的降雨量已经有3寸 国家气象局也表示 大雨造成新奥尔良市街道严重淹水 多辆汽车抛锚 气象局较早前已经发出提示 在墨西哥湾形成的恶劣天气 在11日晚上至12日 会在室内造成威胁生命安全的闪红 受到暴雨影响 新奥尔良市有大约超过1万5千名居民的住所停电 48岁女子韦特说 即便自己住所的地势较高 但早上打开大门时 仍然看到大量雨水涌向路源和排水沟 数小时后的水位仍然极西 韦特表示 新奥尔良市成为恶劣天气重灾区的情况 已经成为常态 每隔数年便会出现严重水净 新奥尔良市市长表示 从11日晚上11点至12日早上6点 而且曾经一度在一个小时内降雨两寸 市政府呼吁居民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停车 不要试图开车穿过淹没地区 并鼓励居民根据推特账户指示应变 在洪水稍微稍退后 市政府也警告民众 输电线可能会倒塌 部分地区也会持续淹水 陆州和密西西比州州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恶劣天气也在逐步向东移动 虽然预计未来几天室内将会停止降雨 但密西西比河泛滥情况可能会持续整月 气象学家拉斯本预计 由于北方河流的洪水向南移动 密西西比河下游水会会持续高涨 预计密西西比河在6月仍会继续泛滥 汉天卫视李中兴编译报道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